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 今天這個會 主要是討論公司 在將來的發展計劃 總計來說 今年 我們的生意都算 相當不錯 不過 遭遇的 噴難就越來越多 如果不改進一下 下一年度 我們的業務 可能就會出現問題 王 你或者可以補充一下 好 我們公司一向主要的生產 是中下架的衣衫和牛仔褲 近年來 台灣 南韓 以至馬來西亞 都是在這方面發展 所以我們多了一些競爭的對手 他的人工比較便宜 生產的成本比我們低 所以如果我們繼續生產同樣的產品 肯定是會遭遇困難的 據我所知 外國有些買家 的確把原本給香港的訂單 給了南韓做 去年我們有些訂單 是做一些比較高級的時裝 結果買家都很滿意 今年還增加了訂單 照我看 做高價貨反而是做 這點我都同意 做高價貨可以避免和鄰近國家競爭 不過要更多的投資來買機器 而且不知道市場方面有沒有問題呢 應該就沒有 去年我們在歐洲做了個時裝表演 都吸引了很多買家 如果今年我們再做多一兩個show 再加些廣告 我相信沒問題 不知道人手方面又怎樣呢 應該是沒問題的 今年我們有幾個技師 參加了理工的日間吸格課程 除了畢業 我們最近就請了幾個 理工的時裝設計畢業生 他們都挺好的 既然市場需求方面沒有問題 而且在各方面 我們也具備了足夠的條件 那我們就一於 將生產的重點轉移在高級時裝方面 麻煩各位就自己的範圍 寫一份詳細的報告書 交給黃經你了 多謝各位 好 爸爸,你在這裡做功課嗎 是呀,我在這裡做功課 你又不是上學 為甚麼你要做功課 我的功課是從來交給老闆的 那這些是甚麼來的 計算還是作文 兩樣都有 這些是爸爸家工廠將來的生產計劃 決定生產哪一堆產品的 你工廠不是做卜山和牛仔褲嗎 還用甚麼計劃啊 有時候要改變一下產品來適應市場的情況 為甚麼 很簡單 我們周圍的環境是不斷地在轉變的 所以我們就要做出一些改變來適應社會的需求 例如人口大量增加 我們就需要有地下鐵路系統 來應付公共交通的需求 那這些工廠要怎麼改變 要了解工廠的轉變 首先你要認識現在香港工業的情況 讓我詳細一點告訴你 香港的工業呢 一向以來都是以紡織和製衣為主的 不過近年來 由於在外國市場遇到鄰近國家的競爭 就遇到很多困難 有些廠家也因為訂單日前減少而被迫倒閉了 雖然紡織業和製衣業遇到這麼多困難 其他行業的情況就相當好 例如電子 鐘錶 玩具等 近年來都有相當可觀的發展 所以香港工業發展的一個趨勢 就是發展更多的新興工業 避免過份集中在紡織業和製衣業 多發展其他的新興工業 一來可以避免和其他國家競爭 二來當其中一些產品市場受到影響 就只有少部份的廠家受到損失 對整個工業界的影響也減少了 當發展其他的新興工業 並不是紡織業和製衣業會慢慢受到淘汰 因為紡織業和製衣業 還有很多可以發展的地方 香港的競爭對手 都是生產一些較為低廉的產品 所以當香港發展一些較為高級的產品 例如一些高質素的衣料和時裝 就可以避免和鄰近的地區去競爭了 由此可見 香港工業近年來發展的另一個趨勢 就將產品的質素提高 而生產的形式 由主要依靠低廉的人力 到利用較高程度的科技來進行生產 這就是香港工業發展的報告 那這報告是說甚麼的? 是說要發展新興工業 以及將產品的質素提高的時候要留意的地方 要發展新興工業 和生產較為高質素的產品的時候 就要採用先進的自動化生產設備 還有現代化的生產和管理方式 故此 廠家就要動用較多的資金來購買各種設備 同時使用先進的生產設備的時候 就需要更多受個高度訓練的技術員和工人 先進的器材才能發揮它的效力 在訓練工業人才這方面 香港可以畫得相當先進的了 為適靈學童而設的 有職業先修學校和工業學校 工業學院和理工學院 就提供進一步的技工和技術員訓練 工廠和理工學院合作進行的 日間吸駕訓練課程 也非常受廠家的歡迎 生產力促進中心 也經常提供各種訓練課程 使在職的工業人員 有機會吸收最新的技術和管理方法 另外工人福利也越來越受到重視 勞工處也努力改進工人和僱主之間的關係 尤其是提醒僱主要多注意勞工福利 避免發生不必要的勞資糾紛 防害工業的發展 要考慮的就是產品的市場 香港的工業產品 差不多全部都是運到外國的 故此一定要和外國的買家保持良好的聯繫 並且要不斷地開闢新市場 工商處和香港貿易發展局 就為廠家做了很多工作 經常和入口國家商討 爭取更多的市場 同時又在主要的入口國家設立辦事處 組織和參與各種推廣產品的活動 像時裝表演、產品展覽會等 另一方面又出版各種刊物 介紹香港的工業產品 使外國的買家 有更多機會認識香港的產品 了解了工業發展的趨勢 再作出改良 又取得外國市場 香港的工業就可以欣欣向榮 那工廠就是依照這些計劃去發展的嗎 當然啦 這些是爹地和很多同事 一起研究過才寫成的 而且很多其他廠家 也和我們一樣作出新計劃 香港的工業發展趨勢 大家都有一個印象 那香港的商業和旅遊業的發展趨勢 又是怎樣的呢 香港是一個人口十分囂密的大城市 商業非常發達 從事商業活動的人數也非常多 商業活動的競爭性非常大 所以商店的銷售方式都趨向現代化 和普遍利用廣告來推銷產品 例如舊式的米舖和雜貨店的數目 已經是比以前減少了 代之而起的就是各樣家庭用品都供應齊全的超級市場 因為超級市場的銷售方式 令到顧客覺得非常方便 所以很多其他貨品 也是以這種方式來售賣的 大規模的購物商場 也是本港商業的特色 在繁盛的商業中心區 通常都有很多購物商場 裡面有很多售賣不同物品的小型店鋪 提供適養繁多的貨品給顧客選購 在飲食方面規模大 裝修豪華的酒樓 在繁盛地區隨處都可以見到 較為古老和設備較差的酒樓 已經佔備淘汰 西積的快餐店和小食店 也都已經被廣大的市民接落 數目不斷增加 很多商店 大型百貨公司 以及酒樓餐廳 都樂於接受信用卡 作為現金的代用品 在香港商業發展的一個新里程 由於很多商業機構的組織 一漸龐大 所以很多商業機構 都採用先進的電腦系統 來幫助機構的日常行政 財務等工作 同時日趨複雜的商業組織 也都需要更多的商業管理人才 工業學院 理工學院和兩間大學 每年都有很多畢業生投身商界 新近開設的恆生商學書院 更是純粹為了培育商業人才而設 而相辦的雙科學校 和語言專科學校也都有很多 在訓練商業人才方面 是有很大的幫助的 在旅遊業方面 由於遊客的人數逐年增加 而遊客要求的服務水準也有所提高 所以旅遊業近年的趨勢 就是提高旅遊業的服務水準 和增加各種吸引遊客的設施 同時又在海外加強宣傳 吸引遊客到香港旅遊 近年來可以見到有很多設備完善的新酒店 陸續落成 旅遊協會也積極推行改進 旅遊從業員質素的活動 例如導遊進修班 員工禮貌運動等 工業學院和一些職業訓練學校 都開始有酒店服務課程 和其他與旅遊業有關的課程 積極培養旅遊從業員 來應付日益發展的旅遊業所需要的大量人手 旅遊協會在外國的辦事處 亦經常組織各種宣傳活動 吸引外國遊客到香港來旅遊 社會不斷進步 科技發展一日千里 香港的工商業也努力作出改進 以適應發展的新趨勢 各位同學,你們有沒有努力去作出改進 以適應社會的需求呢?